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数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264集 托沙似乎感知到了疼痛 他立马收回手掌 嘶吼一声 一把抓住一旁一尊半人多高的尖锐胶石 朝着胶石的凹槽中的林宇狠狠地炸来 林宇见状脸色大变 他不敢再继续缩在这凹槽当中 慌忙一个后翻 双脚蹬地迅速地往后翻了几个跟头 掠出了数十米 轰隆一声 托沙手中的尖锐胶石重重地 砸进了方才胶石中间的凹槽 碎石煞之间四下崩溅 林宇见状长出口气 不过未等他有所喘息呢 更加惊骇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前方身形巨大的唾沙 猛地仰起头来朝天怒吼 紧接着天上的云层 仿佛瞬间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吸引 急速地搭着漩涡 朝着唾沙头顶汇聚而来 煞石煎风声呼啸 天地昏暗 不出片刻 黑压压的云层中便开始电闪雷鸣 竖刀因而手臂一般粗细的闪电 轰然划破天际 朝着托沙双手混聚而来 托沙的双手上突然间燃烧起了熊熊火苗 自手掌一直延伸到手臂和尖头 而且他的双眼也傻是将明亮入殿 刺出的獠牙风锐逼人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套天的杀气 像极了从地狱风攀爬出来的恶魔 林雨瞪大了双眼 呆呆地仗着嘴巴 一时间精神有一些恍惚 只感觉到自己仿佛身在梦中一般 这个时候托沙突然抬起了巨大的双脚 重重地跺了跺地面 他双臂上的火焰瞬间蔓延到了身上 紧接着随后又顺着他的双腿蔓延到了地上 地上的礁石宛如石油一般地一点击着 蹭地一下燃起了腾腾火焰 炙热的火焰直接将质地坚硬的礁石烧得火红 礁石的脉络中瞬间闪烁出了红彤彤的岩浆类状物 紧接着地上的火焰宛如油龙一般地 以燎原之势朝着四周的礁石快速地扩散着 急速地朝着林雨脚下袭来 林雨健壮脸色陡然变了 坐视转身要逃 但炙热的火焰眨眼之间便烧到了他的脚下 顿时一股灼烧感袭来 林雨立马觉得脚下的地面已经站不住了一转头 迅速朝着海中跑去 托沙并没有急着追他 硕大的手掌一把抓住了耸立的礁石 他手上的火焰也立马过渡到了礁石之上 诺大的礁石杀之间被烧得通红 紧接着 托沙直接将手中的礁石朝林雨扔过去 林雨急忙躲闪 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礁石静直落在了他的身旁 轰隆一声 砸起了一股巨大的水化 同时吃辣一声 炙热的礁石直接将海水蒸发成气 眼见一击不中 拓沙并没有停手 反手再抓起了一块 松立的礁石紧接着朝着林雨投掷过来 一时间轰鸣的巨响声和吃啦啦的水气争生不绝于耳 林雨狼狈地私下逃窜 以防被礁石砸中 而这个时候不知是炙热的礁石落入了太多还是其他的缘故 就连林雨周身的海水也立马便热了起来 而且温度越来越高 不多时 林雨便感觉到周身的海水变得极为灼热 海面仿佛开了锅一般 泛起了热腾腾的热气 林雨健壮 知道这海水当中已经待不住了 便立马朝着岸边飞速移动 纵然岸边的礁石也早已灼热烫脚 但起码好过在海水中被生生煮死了 不过就在他跑到岸边的刹那 拓沙已经大步冲了过来 手中紧握着一块礁石 迅速地朝林雨生了过来 林雨再次闪身躲避 这一次他躲过了礁石 却并没有躲过拓沙紧随其后夯杂的拳头 砰的一声 只听一声闷响 林雨的身子立马宛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飞了出去 足足在空中划过了数十米 才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林雨的浑身上下 顿时一股巨大的痛感袭来 四肢酸痛不已 拓沙没有给林雨丝毫喘息的机会 紧接着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同时狠狠地朝林雨的后背 一掌批来 林雨见状顾不得身上疼痛 急忙踉跄着起身躲避 但是拓沙巨掌 来势太快了 已经到了他的背后 狠狠一掌 击砸在他的背上 林雨的身子再次飞出去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一连滚了急滚这才停下来 紧接着胸口传来一阵闷痛 猴头一舔 扑得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一时间也有一些无法起身 此时的他 倒没有感觉到自己身子有多疼 但是却感觉到身体非常地乏累 近乎虚脱地乏累酸痛 相比较身子的乏累 他更感觉到心累 因为面对着百思不得其解的诡异情景 他根本没有丝毫抵抗的可能 此时的他仿佛被困在幽暗无边的海中 既无法呼吸 又无法逃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眼前一变 仿佛发现了什么一般 死死地顶下了地面 只见他刚才吐出的鲜血 正覆盖着炙热泛红的礁石上 按理说在如此高温之下 这一滩鲜血顺时就会被立马空烤干涸 但是这一滩鲜血却是丝毫没有受到炙热礁石的影响 仍旧是呈现鲜红色的液体 林雨的心头猛地一颤 默地瞪大了眼睛 似乎突然间明白了眼前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鱼龙蔓延 启门顿甲 林雨挣扎着身子半坐起来 满脸惊恐地转头望向拓杀 他口中的鱼龙蔓延 是西汉时代对古戏法的称呼 通俗来讲就是古代的魔术 由古艺人直直制作好的真意动物模型表演 具有非常离奇的幻化情节 而此中高手必须精通奇门顿甲 能塑造出真甲难辨的幻象 传门将其炼到尖峰可以便骤为叶洒斗成冰 回溅成河呼风唤雨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幻术 也就是说林雨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全都有唾杀利用幻术制造出来的假象 现实中产生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所以他的血液在地上才没有任何的变化 林雨的心中说不出的静海 没想到拓杀竟然掌握了鱼龙蔓延 而且还能够塑造出如此逼真的地步 他一开始就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实的 但之所以一直没有往这方面想 是因为起初林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中了唾杀的幻术 哪怕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从何时着了唾杀的道 要知道这种奇门遁甲中的幻术虽然厉害 但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让人凭空陷入其中的 需要利用某种戒指 想到这儿林雨心头咯噔一颤 他立马恍然大悟 黑烟 一定是刚才唾杀秀中所喷出的那股黑烟 本集一波 也讨厌 有之后 或者是紫荀地的老手 对了 是可乐